KIMIKO Hello 大家好 我是KK 今天我們這支影片要跟你分享的是 運動戰袍 如果你想要看運動服務究竟能有多性感 請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訂閱的時候記得開啟小鈴鐺 然後按讚留言 分享給所有的女性朋友們 你是不是看不懂這套衣服 完全看不懂 那你是不是覺得他性感的很健康 沒錯 那你是不是覺得他這樣的時候看起來更厲害 這樣太健康了 欸你為什麼有重音 所以你知道嗎 很多人不明白就是是運動的衣服呢 到底就是有哪一些特別之處 就是他放在那裡呢 你看起來就會覺得說 欸他好像就是有一些 就你不能明白的地方 但是呢一旦他把它變成是動態的時候的打扮 你就會發現 火起來了 他有生命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會讓看的人也有生命力 你穿這樣不會曝光嗎 喔我跟你說 走光 跟讓全部的人看到你就走光 是兩回事 我縱橫江湖 就是大概三十幾年 我沒有走光過 這麼厲害 因為我有法寶 哪個法寶 但是重點是你要先知道 你知道運動的戰袍 特別是短褲 是每一個女生都很在乎的點 你知道要選 就是要注意哪幾個重點嗎 1 他要短 看得出來夠短吧 確實很短 2 旁邊要是人字邊 什麼是人字邊 就這樣這樣這樣有沒有看到 好你看這是一般的短褲 有沒有看到 他就是平的 看得出來差別嗎 這樣子你就要腿很細 這樣子你就會腿顯細 第三點 你知道嗎 喔 褲頭褲頭 有沒有看到 褲頭哪裡不一樣 這裡 有沒有看到 再回來 有沒有看到長度 一樣是短 你一定要留意 就是旁邊兩邊 褲頭的寬度 然後還有兩邊 你的褲腳的寬度 這兩個地方夠寬 你整個人看起來就會覺得說 哎呦 你的身體裝不滿這件褲子 就會顯得整個人很鮮細 哇 果然厲害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喔 就是 給你看 欸欸欸欸 給你看 哈哈哈 你知道在什麼嗎 這是哪招 這個是我們舞者才知道 這是現代舞短褲 這是專業品牌出的 所以你會以為它是安全褲 可是其實很靠近一點看 它的材質也不一樣 然後呢 它的保護性也不一樣 所以你看喔 這樣子就算我不管怎麼動 然後就算我把腳舉到那個耳朵旁邊 這樣 它都不會移位 你有沒有發現 它不會有什麼毛髮露出來 不可能 因為它就是for我們 在做各種高難度大動作的舞蹈 在穿的短褲 所以把它拿來當作是安全褲 它超安全 如何 太性感了吧 有什麼樣的感覺 小鹿這樣動動動動動 如大象般嗎 只要要講性感 真的 看舞者的穿搭方式 我們自成一格 這個要靠你介紹了 我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 你看你可以想像這是一件車庫嗎 鏡頭看得到嗎 我還第一次看過 鏡頭看得到嗎 再靠近一點嗎 雷絲捏 有沒有看到 喔 這太會不會太誇張 你的喔好真心喔 平常就是這樣一件大T恤 你知道它就是要抓性感的一個 我覺得那種高級感的比例 是關鍵 但是大家都常常誤以為 就是性感就是露露露露露露 然後什麼都看到 但是 它就少了一點那種 就要探索 你是說小心思嗎 除了小心思以外 它其實有大心機 就是它要能夠招桃花 哇這很重要 來來來來來 你知道而且是男生 就是這個桃花不分男女 就是好人緣喔 只要是你在運動的時候呢 所有的人看到你就是覺得 喔眼睛好舒服喔 賞心悅目 然後又覺得這個人的身體 怎麼練得這麼好 就算還沒有練好 都有一些小心機 幫你你知道 這邊常常那邊就是遮遮 就會讓你看起來 比實際上的還要更好 就是我對運動服穿搭的最高標準 這幾年車庫很流行嗎 對啊運動時尚風啊 可是車庫你知道它也很容易變成災難耶 穿起來腿會很短 超級 尤其是這種像我們這種 沒有170模特兒的那種腿長的女生 如果想要穿車褲 然後又顯得比例好的話呢 有幾個重點 就是第一 來囉來囉 第一個 長度要注意 然後材質要透薄 我講的透就是像這個 你可以找它有一點異材質拼接的 然後看起來呢 你就會沒有覺得你知道 因為我們已經不夠長了 如果它要厚重 看起來就是更顯的那叫什麼 腰腫腿短 喔對對對 觀念字就是腫 然後女生沒有在腫的 然後最重要的是長度 你有沒有看到 一樣是車褲 欸我就不能穿這種到膝蓋上的 就是要剛好到大腿的一半 然後再縮短一點 那長度我直接幫大家量比例好了 我就會這樣抓啦 就是第一個 你有沒有發現我還是很喜歡穿這種人字編的 他就是會顯得讓我們想要追求身高 在多個一公分都好的人 他就會讓你顯得更長 然後最重要的是呢 你在穿的時候啊 我們再講 就是要在你的大腿的一半以上 如果你就是一個正常腿長 像我一樣的女生 那你還害怕你在運動服的穿刀裡面看到什麼東西 應該最害怕女生穿Lagging的時候會看到那個內褲痕 我的來快點快點 這是什麼痕快點 什麼都沒有 哪裡 拉鍊啊 欸沒有嗎 他是就是如果表現好的時候 就有機會把它拉開 這是什麼問題 你剛剛有沒有看到就是我有任何痕跡嗎 除了拉鍊痕之外都沒有痕跡 你知道無痕的關鍵點是什麼嗎 欸你們的行業啦 因為你是模特兒的教授欸 你們怎麼樣就是 做出就是避免看到內褲痕的保護 一般都是要穿釘啊 可是有的人不會喜歡按捏 那怎麼辦 你知道我有法寶 就是我特別嚴選 請看上一隻那個更衣室的畫面 因為拉開是不是有 就是看到我的內在寶貝們 你知道我 穿遍世界各地的內褲之後 因為我也拍過內衣廣告 我終於找到真的無痕的內褲 而且他不是釘姿喔 他是四腳 所以他會舒服 這就是我穿 所以我每一次呢 我幾乎都一次就會訂大批 然後在穿這個內褲的時候呢 我一定 不是穿內褲 穿Legging的時候呢 我一定就是穿這個內褲在裡面 我拿給大家看好不好 這很重要 來來來來來來 我穿遍各個 內褲品牌之後 我發現呢 好我現在先舉例好了 我今天會跟大家介紹三個品牌 是我個人常穿的 那就是價位也不太一樣 大家可以做參考 但是前面呢 我都會先拿維多利亞的秘密好了 因為同一個品牌這樣來比 我覺得比較公平嘛 你知道喔 有 胃無痕褲 跟真的無痕褲兩種嗎 有聽過但是不知道怎麼區分 你有聽過無痕褲嗎 有啊 好你看這兩種都是無痕褲喔 那哪裡不一樣 好第一個 這都是維多利亞秘密的內褲 你有看到 這個 它的邊邊有所謂的那個防滑條 防滑袋 對 然後 腰頭也有 這樣子呢 大家都以為這樣是無痕褲對不對 No 它這樣子的設計啊 反正是你穿的時候 它就會在屁股 直接就是勒出兩條肉的壓痕 我待會試穿給大家看就知道了 所以這個是假的無痕褲 也不能說是假的 就是它其實無痕效果非常不好 它可能是自以為無痕 然後這個你有沒有看到 它的磅數就不一樣了嘛 其實我這樣手拿 你們是不是就會看到差異 然後 它的 你看它的裡面就是一體成型 質量好像比較厚 這比較薄 比較薄嗎 對 你手摸摸看 喔 真的很薄 然後你摸這個 然後你摸這個 這比較厚 是不是這比較有感覺 脫下來也比較有感覺 你不要接這一聲話很曖昧 但是這個就是有壞處 因為 它就是它是一體成型嘛 然後它比較薄 它穿起來會真的無痕 然後它就是很像 不管你人是肉肉的還是瘦瘦的 或者是你 反正就是會有東西溢出來 你也沒練過的身體 我跟你講都不用害怕 因為它基本上就很像 皮膚這樣薄薄的 很像那種面膜 敷在你的身體這樣一層 可是它的壞處就是它 大概我覺得你天天穿天天洗 它頂多就是一年 它就會 彈性皮髮 它不會彈性皮髮 可是它會 你知道就是 撩撩 對 它們也不會皺起來 我覺得這應該是他們的專利布料 可是呢 它就是會 有點變形 然後會鬆掉 因為它不像這種這種就是 鬆緊帶 會比較明顯 所以你說這個褲子穿到最後 它會皺褶有痕 然後它會有一點鬆 就是有一點像那個我們的 T恤穿久不會有荷葉編嗎 它就會有荷葉編出現 然後另外兩個品牌呢 是大家就比較熟悉 一個是熟悉 就是CK 那它也有出 可是台灣好像都沒有進 所以 為什麼 我不知道要問一下 因為我在台灣一直沒有買到過 所以我是之前 每一次回紐約 我就會買一大堆 然後 你看這個也是啊 你摸一下 它其實也是一樣 一體成性 嗯 也是很毛 但是我覺得你自己看喔 因為大家 大家自己看 因為我覺得這跟每個人的身體 尺寸 你有沒有發現它的褲底的寬度就有差 嗯 有差 我還是比較喜歡這個寬度 因為這個有些時候你知道 走光嗎 呃 對 它就是會有一些 就是有些東西 會吃屁股之類的嗎 它也不至於 可是它就是會歪一邊 就是你會要喬一下 然後這個是大家比較不熟的品牌 那它也是它叫commando 它在一些我們台灣女生熟悉的電商品牌都找得到 你摸 它又是介於這三種剛好布料 你看它又是再厚一點 它介於剛剛的第一款的那兩件的中間 但是呢它的壞處就是 你有沒有發現 它有點類小丁 那它是最耐穿的喔 就是以CK 然後commando 跟 commando跟那個 維多利亞的秘密 這三件比起來 它是最耐穿 你說最耐穿是穿最久 就是它比較不會有荷葉邊出現 然後很耐洗 可是它的壞處就是 它有一點類小丁 然後它的價位最高 所以 就是看個人喜好 好來 我們來排名囉 妹妹遭良指數 五顆星 this one commando 耐穿指數也是五顆星 接下來呢 妹妹遭良指數 三顆星 耐穿指數 三顆星 CK 最後呢 是維多利亞的秘密 妹妹遭良指數 一顆星 耐穿指數 半顆星 妹妹就不行啊 真的 啊妹妹啊 姐姐的話要聽喔 你看真的無痕褲 你看什麼東西都沒有對不對 完全都沒有 對沒有任何的壓寒 然後最重要的是大家 無痕褲還是有一個秘訣 就是你穿了之後呢 你手還是要伸進去 然後一隻手就是抓著那個褲腳 然後另外一隻手就是 稍微拉內褲頭這樣上下 一起拉一下 就萬無一失了 你看喔 這個就是胃無痕 你有沒有發現 它有勒痕 旁邊很明顯 然後這邊有沒有看到 有一個凹痕 對 就是如果你是穿有顏色的 Legging就會更清楚 然後這樣的褲子 因為它我覺得他們都會想要讓 你的身體有一個塑型的感覺 可是很遺憾 就是這樣子不太能塑型 它只能讓肥肉溢出來 大概用那三套都是可以在運動的時候穿嗎 要看你做什麼樣的運動 雙人運動啊 多人運動啊 都可以 但是其實剛剛的那三套 就是偏舞蹈 就是我們舞者在跳 不管是流行舞的課 或是性感舞的課 我自己真的課堂上會穿著打扮 所以你看我們的課堂上都有dress code多開心 好啦今天的影片到這邊 希望大家喜歡我的運動戰袍的介紹 那不管是跳舞的還是運動的 最重要的是 你要看你自己照鏡子的時候的那個樣子 很順眼看了很開心 那你知道女生這樣子 你就會就是說好像站立直 又往上提升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要謝謝鏡頭後面的那位先生 今天就是舉著了 因為為了要拍很多的細節 辛苦你了 愛你喔 好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系列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訂閱的時候記得開啟小鈴鐺 通知按全部 最重要的是 把這個影片分享給各多的朋友 然後留言 按讚 按讚 很重要 那我是KK 我們下次見 掰咕